我问问他啊 你问问问 大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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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美女啊 你找范老大有事啊 他拉我们家电闸 拉你们家 楼上装修的是你们家啊 是啊 怎么了 他把你们家电闸拉了 是啊 活该 拉对了 拉晚了 老爷子 你这可是在计划毛短 谁是在计划毛短 没有没有 你们家天天扰名 你不知道 说什么了 来来来来 美女 我我我跟我爸说啊 没事没事啊 爸呀 干嘛呀你 我大姐夫把咱们小群人 都得罪的差不多了 咱就别再替他得罪了 就这种人哪 得罪就得罪吧 为了让老百姓睡好觉 当领导的 就得敢作为 老爷子 你这是在护独子你知道吗 哎我就护了 我就护独子了 好独子就得护 小爷子 好了好了 爸 你去睡 好了好了好了 大姐你消消气 爸 你趁这会儿 哎没没声 你睡会儿啊 哎呦大姐你别生气 帅老大呢 啊 帅老大 不是不是不是 大姐你着什么急 我爸他岁数大了啊 对不住啊 来你坐会儿 坐会儿 坐会儿 我老二 我犯老二 哈哈哈哈 不不我教老二 我教老大 你把犯老大给我叫住的 行行 街坊邻居的低头部剑抬头剑的 是不是 来来来来 哎呀 哎呀街坊邻居们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楼上光修吵着你们了 是不是 对 放心 咋我给他拉了 对啊 这回清静了吧 对啊 行了 大家我回去睡觉了啊 哎呀 我回来了 哎 你怎么现在回来了 这都几点了我还不回来啊 不是你去加鬼班 这都几点了我还加班啊 你别 我 哎呦 家里面有客人的 对 这是我发小 快快快快 小肚子 一边咕噜咕噜 这时候回来 你就是范老大吧 什么范老大呀 好汉做事好汉当啊 是不是你拉的我们家店闸 哦 楼上装修那就是你们家呀 我还正要找你呢 这都几点了你们家还装修我 扰民了不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你家的店闸我拉的 范老大我报 哎哎哎 行行行行行 我跟你说 这事叫我啊 不用不用 干嘛呀你呀 我都听说了 你都让人给罚下来 都看大门去了 你拉人什么店闸呀 等会儿等会儿 你看大门的 你不是物业的 我是物业的 啊对 他以前是物业 这不是 前两天啊 一车主伪装停车 他也是好心 找俩人给人抬 抬一边去了 等会儿 他 咕噜咕噜 怎么了又 哦 原来抬我车的是你呀 哦 那违规那车主就是你呀 我找你好几天了 你找我干啥呀 你凭什么抬我车呀 凭啥 你咋停车呀 啊 那不让停车 你不知道吗 你那车一停 后边十几辆车出不去 我只能抬你那车 出不去 你找我呀 我咋找你 我找不着你呀 找不着 不知道打电话吗 我打你这电话 三次了 你都不接 陌生号码我能接吗 万一是诈骗电话呢 那我就只能抬你的车 抬我车我就告你 你告我 我也得抬你的车 你凭什么 拉我们家电闸 这都几点了 你还装修我 你扰名了 我就得拉你家找 扰名了 你不知道告诉我吗 我找不着你呀 找不着 不知道打电话吗 我打仨电话 你都没接 过身后把我能接吗 万一是诈骗电话呢 那我就只能拉你家电闸 那我就扰你 你告诉我 我也得拉你家电闸 你都看大门了 你还拉电闸 你狗拿耗子都管闲事 你不管我啥动 我就管你这个耗子 你骂人 我还告诉你啊 我跟你说 我就这样 知道吗 以后你要是扰名的话 我还得拉你家长 以后你要是违规停车 我还得抬 我就拉 我就抬 我抬了抬抬 以抬抬 你能咋的 还招着鼓啊 你看你找到这个破鼓 似的你就欠锤 我告诉你啊 我上面有人 我现在就打电话告你 你告我去 告我咋的 我都已经看大门了 你还能把我咋的 看大门 我让你明天擦大门 别别别别 哎呀 你少说两句 别别别 别打 别打 哎呀 大姐啊 你对我们家的情况 可能不太了解 她老婆就是擦大门的 不是 你再告她 你让她也擦大门去 有一个大门 她两口子擦 是不是有点挤啊